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属是否含凉及能不能吃 就这个问题 其实所有的肉 在我的看法 也不要去分羊肉 猪肉 狗肉 其实只要是肉 一般都偏含凉居多 那不是不能吃 如果要吃 最重要是在调味料 这个在重病里面已经都有说过了 也就是原始点不会去管 这个是温热性食材或含凉性食材 重点是如何把这些食材 经过调味料 比如说姜 花椒 胡椒 辣椒 然后少油 少盐 少调味 这种情况下去把它煮出来 熬煮出来 那这个食材煮完之后就变成温热性药食 那是可以吃的 只是说在重病的情况下 肉跟菜 肉比较不容易消化 所以基于此比较不推荐 但如果患者想吃 就是原始点也没有禁止 只是我们有时候民间有一种说法 说就像台湾富债的时候 人家要来你欠人家债 人家要来讨债的时候 有时候还不起就会说赖皮花 就说人肉咸咸看你怎么办 就是意思是说 我就只剩这样了 也没什么好办 但是人肉咸咸 人肉如果是咸的 那很明显嘛 咸属粮嘛 那还是要经过煮过 所以煮过之后再熬煮 加上一些调味料 那就把它药性改变 这样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一般的 像比如说最常用的 一些熬煮方法 比如很多猪肉啊猪腿啊 他们会去熬 那熬会用食权大补 像中药的食权大补 熬出来味道也很好吃 那这些要吃我刚刚已经回答了 都可以 只是要懂得怎么样 加一些调味料 把这个食材 即便是偏寒凉的 经过熬煮过 那就可以改变它的药性 那考虑到 人否就是你如果体力好什么 吃都没有什么问题 体力比较差 比较不容易消化的人 那就是少肉多菜 原则上是这样 好这个问题就回答到此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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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